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搞什麼馬鞍山的人造草足球場 好像沙場一樣 球場多處布滿沙粒狀的物體 當中以中圈的位置最嚴重 人造草幾乎完全磨舌 就算局部更換過的人造草 但新鋪的部分就高度不一 因為看到的地方没有草 做出新草 搞得是粒糙粒平 很容易成傷 昨天有個球員已經因此成傷了 摁成了 轉到另外一個場地看 不錯 看下去綠油油 不過看真點 就看到人造草地台 由於突出的部分面積細小 恐怕波友一不流神就會擊倒 有學者說人造草皮可以局部更換 但就需要保持高度一致 康民署回覆我們 說會派人定期保養球場 已經知道馬安山球場的情況 並且安排維修 又說會打算重新鋪過那個足球場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